就在此时此刻,一股极为强烈的毁灭波动,自大门之中涌出,门外的八大家族之人都是面色一变,目的之中发生了什么呢? 与此同时,兽神目的,一片寂灭的黑色雾气充斥在了整片目的之中,这黑色雾气是寂灭空间消散之后出现的。 当破坏力强大到一定层次,不仅会形成寂灭空间,甚至在寂灭空间被天道抹消之后,所造成的破坏尚且无法完全复原。 那些被彻底泯灭了的法则、空间等等,就会形成这片代表着死灭的黑雾。 寻常舞者沾染上这一丝黑雾,都有可能被那死灭之力所融化,目的之中一片安静,仿佛没有任何生命气息。 黑雾之中空荡荡的,不见任何身影。 难道夜沉在那受神雕像的自暴之中,被彻底泯灭化为虚无了? 就在这时,大地之上发出轰隆一声巨响,一道极为狼狈的身影从地底钻出,这身影自然就是夜沉。 此刻夜沉的身躯之上,伤痕累累,即便以她的生命力都无法立即恢复,气息也有些衰弱了下去,她的面色有些难看。 方才那一击几乎将整个空间都泯灭了,之所以她会从地底出现,是因为天道法则将空间重塑之后,她被埋在了地下。 即便以她如今的体质,雕像自暴还是让她受伤了,可见其威力有多大。 不过很快,夜沉的眼中便是浮现了一道喜色,因为她通过了试炼。 夜沉身形一动便穿越了那黑雾来到了墓地尽头,这里空空荡荡地只摆放了一方石桌。 石桌之上是三枚颜色各异的兽弹。 夜沉看到这三枚兽弹的瞬间,瞳孔之中亦是浮现一抹震撼之色。 只见这三枚兽弹之上竟是遍布了无数极为玄傲的符文。 这符文并不是后天雕琢上去的,而是天生有之。 任何天生便能拥有高等符文之物,绝对都是非凡的存在。 好比其石海之中的通天明碑。 当然,这些符文比不上轮回目的的那个符文巨弹小黄。 一时间,夜沉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,这三枚兽弹极为高等,连硕老都是忍不住开口道。 小子,你发了,虽然最后那兽神雕像自爆有点危险,弄不好你也可能阴沟里翻船,但冒险是值得的。 这三枚兽弹竟是连老夫都感到了一种血脉上的压制,其潜力绝对超乎想象,至少也凌驾于还真镜之上。 夜沉文言,感觉血液都沸腾了,硕老来自无比久远的时代,原本是血脉极其精纯的龙族,连他都感到血脉压制,这三枚兽弹有多强。 夜沉的目光,一一从这三枚兽弹之上扫过,虽然同样都是顶级血脉,但也有强弱之分,他只能选择一枚带走。 想到这里,夜沉的心跳微微加快了,他有一种抽奖的快感,同样是中大奖,一千万和一千五百万乃至两千万,差距还是不小的。 夜沉舔了舔嘴唇,他要的是大奖之中的大奖。 这三枚兽弹,左边第一枚,通体絮红色,表面上有荆棘一般的纹路,点点苍青色符纹,点缀在荆棘纹纹之上。 夜沉光是看了一眼的荆棘纹路,体内的生机就有一种为之引动的感觉,不禁面现骇然之色。 他能肯定,这第一枚兽弹孵化出来的灭兽,在生命一道上绝对得天独厚。 中间第二枚,金银两色香蕉,兽弹之上诡异地长着一些类似古刺一般的凸起。 这古刺一共一百零八道,暗合天罡地煞之数。 每一枚古刺之上都有着一枚符纹。 这一百零八道符纹竟是隐隐地形成了一种阵势。 光是看一眼,夜沉就有一种大脑眩晕般的感觉。 他目光一闪,这大阵极为恐怖,竟是以他的神魂之力都有点筋受不住。 若是施展出来,必然毁天灭地,甚至对他的舞蹈都能有所精进。 实际上,挑衔本命妖兽不仅要考虑血脉,与自己的舞蹈契合还有能力。 本命妖兽能够给主人带来一些自己的天赋能力,这天赋能力是否与自己契合也很重要。 很快,夜沉将目光从第二枚兽弹之上移开,落在了第三枚上。 最后一枚兽弹看起来最不起眼,乃是纯黑之色,甚至连上面的符纹都是黑色的,几乎难以分辨。 但夜沉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黑色兽弹所吸引住了。 他呆呆地看着这兽弹,眼神逐渐激动了起来,呼吸无比急促。 几乎都要手舞足蹈了,连朔老和玄寒玉都是心神俱阵,说不出话了。 但即便不说话,他们的意思夜沉也能清晰地感觉到。 连看过之前两枚极致血脉的兽弹,都是一副平静之色的夜沉,为何在此时会如此失态呢? 原因很简单,这漆黑兽弹竟是与夜沉,焚天之中那黑色太阳有着相似的气息啊。 与天地初开之时的混沌拥有相似气息是什么概念? 传说中,天地初开,万物诞生之前混沌之中便孕育了一些生物,这些生物每一个都极为强大,极为神秘。 没有人了解它们,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都带着那原始的混沌气息。 这枚兽弹自然不可能是什么天地初开时的存在,但既然其沾染上了那混沌气息,便足以证明这兽弹的不凡。 夜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,便直接伸手拿起了那枚兽弹,同时迫不及待地咬破了指尖,在兽弹之上书写了一个玄傲的符文。 下一刻,夜沉身躯一颤,隐约间便与这兽弹之中尚未完全孕育而成的生灵产生了一丝联系。 也就在这时,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骤然降临在这兽神墓地之中。 夜沉神色一变,立即将那枚兽弹收了起来,朝着高空之中看去。 只见一道近乎透明的身影出现在了高空之中,其身后还带着极为强烈的空间波动,以及一种被天地所排斥的能量冲撞。 夜沉看着那身影,眼眸疯狂颤抖着。 这身影他看不透,真的看不透,而且不是实体,只是一道神念分身而已。 可即便如此,夜沉确实很清楚,对方若是想要杀了自己,自己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。 一道神念分身便有如此恐怖的力量,这身影的主人究竟是何等存在啊? 超过轮回墓地的那些大能,超过玄寒玉的存在,甚至超过人非凡? 夜沉无法确定。 一时间,他浑身冷汗直冒,原本他取了兽弹之后,应该被直接传送离开这兽神墓地才对。 可这整个墓地却似乎完全被那身影给定住了。 夜沉死死地咬着牙,体内毁灭道运和轮回血脉隐隐转动,似乎想要尝试撕碎空间离开。 但这时,玄寒玉却是沉声道。 小子,别轻举妄动,这是太上强者,你逃不了。 别担心,即便是太上强者,想要在这里对你出手,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。 先看看他要做什么。 太上世界之人,对域外的人出手,若是实力超越了某一层次,就会受到天道的强烈反击。 这时夜沉也略微冷静了下来,凝视着那道身影,一言不发。 而那道身影看着夜沉,终于开口道。 你不是兽人族吧? 夜沉目光一闪道。 不错,前辈是何人? 那身影文言轻叹一声道。 我就是兽神。 夜沉文言一惊,兽神竟然没死。 这兽神目的,看来并不是兽神本人的目的。 夜沉又问道。 前辈突然降临,所谓何事? 兽神淡淡道。 我是为了那枚兽蛋而来,原本是想对得到兽蛋的族人指点一番。 毕竟这兽蛋实际上是我兽人一族最重要的宝物。 得到这兽蛋者,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在我之下。 可惜,他摇了摇头道。 看来我兽人族还是与这兽蛋无缘。 到头来,得到兽蛋的还是外族之人。 夜沉文言心中震撼,但很快便是眉头一皱道。 既然这兽蛋如此逆天,前辈又没死,为何不将之带走呢? 那兽神轻叹一口气道。 小子,你以为谁都能与这兽蛋建立契约吗? 实际上,我兽人一族历史上来到这七层墓地的一共一十三人。 这一十三人之中,有七人都选择了你手中的那枚兽蛋进行契约。 但,无一例外,全部失败了,你是唯一成功的一个。 夜沉微微地睁大双眼,有些难以置信。 一般而言,还没有出生的生物是没有任何反抗契约能力的, 这也是为什么收服妖兽要在对方还处在蛋中之时。 可他手中的这枚漆黑兽蛋还在蛋中,竟然都能够抗拒他人的契约。 而且他所抗拒的都是强者之中的强者,能够战胜那雕像的兽人实力绝对惊人。 即便如此还是失败了,这兽蛋太逆天。 这时,那兽神开口道, 小子,我让你交出那枚兽蛋,估计你也不会同意吧? 既然如此,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 夜沉闻眼微微皱眉, 兽神冷哼一声道, 你不会以为从我兽神族得了这么大的好处, 就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吧。